以斯铁记第七章 王带着哈曼去赴王后以斯铁的宴席 在这第二次的酒席中 王又问以斯铁 以斯铁啊 你要什么 我必赐给你 你求什么 就是一半江山 也必给你成全 王后以斯铁回答说 我若是在你眼前蒙恩 王若是喜欢 我所要的是要王把我的性命赐给我 我所求的是求王把我的族人赐给我 因为我和我的族人被人出卖 快要毁灭 被杀尽灭绝了 我们若是只被卖为奴卑 我也闭口不言 但王的损失是敌人不能补偿的 雅哈瑟鲁王问王后以斯铁说 存心这样行的人是谁 他在哪里 以斯铁回答 这敌人和仇人 这敌人和仇人 就是这恶人 哈曼 哈曼在王和王后面前 立刻惊慌万分 于是 王带着圣怒 从九席间起来 到御园里去 哈曼却留下来 求王后以斯铁救他一命 因为哈曼 看出王已经决意要加罪于他 王从御园回到九席那里 那时 哈曼正伏在以斯铁所靠的踏上 于是王说 他竟敢在宫里 当着我的面 污入王后吗 这话一出王口 人就把哈曼的脸蒙住了 在王面前 有一个太监哈波拿说 还有 哈曼为那曾经说好话 救王有功的莫迪改 立了一个二十二公尺高的木架 现在正立在哈曼的家里呢 王说 把哈曼挂在上面吧 于是他们把哈曼挂在他为莫迪改 预备的木架上 王的愤怒才渐渐止息